這種概念就是因為他沒有在春訓的時候 儲備了很好的能量 很多的能量 然後等到球技中來去慢慢去消耗 那變成說受傷回來你要重建 需要蠻長一段時間的 所以阿端其實... 所以周董的菜單到底多可怕 很可怕 真的很想知道耶 就是很希望他可以過得到 哇 這個厲害啦 又是一站打這首一壘上的跑者 應該是上到了三壘 VJ VJ也上到了二壘 今天個人的第二支大安檔 今天可以叫那個球隊的那個 頻道 官方頻道 來一日周董的體能訓練 做個特技 讓大家知道 周董的體能訓練多有 雲峰上榜 或是不是那小朋友都有那個 下令什麼 真的是月正馬會做的事 很像他會做的事情 沒錯啊 他們兩個兄弟大概都是這樣子的 這個球 打到了左半邊 若迪又形成一個安打 三壘的這一分順利的回來 這球也打得滿有技巧性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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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擊的過程中 當然可以把時間再拉長一點 把球帶得更近來一點 他要幫忙就這樣 技巧性的方向 這樣打得起 發距離 發局 發下了 封球抓回來 沒有攔住 這球 三壘的跑者回了得分 一壘上的跑者也繞過二壘 上到了三壘 黃子安會 走到沒有信心喔 前面的兩次失誤 導致現在在接球上可能會有一點怕怕的 大家看一下這一個球 這球就是太早的把手套跟重心往上提 然後其實是沒有八局下半 三局局之後會做一個結算 對 所以這局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看一個太開始然後忘記這一次 還有耶啊 在變化球我會是故意的 應該就是今天奈志遠在出手過程中 都會有一點比較容易看 壞球 沒有人出去滿了八局的下半 這個球這個距離肯定是夠的啦 從外手往後對二三的跑者可以往前來做推進 再跌一分的忠信兄弟目前來到9比2 今天正確有一個打點的一個進場 哈囉大家好我是Wendy 請大家訂閱忠信兄弟官方YT頻道 還有鎖定我們的Podcast 兄弟你來說